索尼PS港幅游戏购物节 有同学问PS上有没有什么特别便宜的游戏 让我推荐几个 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波活动挺有意思 低至15折 优惠截止日期2月28号 先来个重头戏 双而成型姊妹篇Away Out 逃出生天 现在才42块钱 据说这款游戏的光盘非常贵 如果你喜欢双而成型 想找同类的游戏 可以试试这个 42的数字版已经很便宜了 这游戏只有英文没有中文 也不要想着打个中文补丁什么的 这些操作不适合PS平台 战神4 它在二档会员里边是免费玩的 现在本体数字版标准版 只需要59.2港币 这是七龙珠卡卡罗特 现在99块7毛5 二档会员里边有 但是二档会员里面那是PS4版 这是PS5版 荒野大标客2 豪华版纠集版 原价768现在230 NBA2K24 黑曼8版 原价788现在260 使命召唤19 跨世代组合包 这也算是一个豪华版 目前274 这个游戏不管是单机还是线上 都需要加速盒 而且线上需要PS1档会员 极品飞车22 这也是个豪华版 现在94块钱 之前标准版降到过80多块钱 不过各位也不用着急 这个游戏的标准版 可能就在这个月会进二档会员 这是血缘诅咒老猎人的一个DLC 买77块5 这只是DLC 需要本体的 便宜的游戏来了 极品飞车21 热度23块钱 无主之第三 82块2 泰坦陨落2 这也是个豪华版 31块5 这个一直很便宜啊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我每次玩必须晕的游戏 这是地铁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现在35块7 古墓丽影9 我非常喜欢的游戏 现在39块6 二档会员里面有 古墓丽影10 崛起 二档会员里面有 现在53块4 古墓丽影11 暗影 74块7毛5 这个也不错 这个是画面不错 这是WRC10 豪华版 现在79块6 沈腾的电影《飞驰人生》 开的好像就是这种车 喜欢这种游戏的可以试一下 樱花大战85块6 这是战旗类的游戏 这是狙击手的游戏 狙击精英4 豪华版 69块8 战第一革命 中英文版31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EA等 刺客信条大革命 59块4 二档会员里面有 旺达与巨像 中英文版 类似于ICO的游戏 99块钱 在二档会员里面有 极品飞车20 21块钱 这是个恐怖游戏 62块钱 二档库里有 沙漠一和二 有中文 45块6 这是杜姆 有中文 46块8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这是WRC9 也是拉力赛车 61块6 这是WRC9的豪华版 70块2 下面这是一堆卡普空模拟器 现在跟着凑着呢 打折8块钱 这些黄色背景的游戏是一个模拟器 还有一个红色背景的游戏是另外一个模拟器 都是卡普空的 这个游戏也不错 暴雨和超凡双升 都是PS4版的 以前是PS3的游戏 合集 79块2 这个我买了 三档库也有 这是PS平台为数不多的台球游戏 19块钱 没有中文 下面还有很多啊 像29块钱的 15块钱的 38块钱的 还有12块6 26块6 19块4 这都是什么游戏 这个6块3 虽然是英文版 但是也是游戏本体啊 画面就是这样的 不能说不便宜 好不好玩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也是6块3 下面还有很多很便宜的游戏 我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好像都是4399类的 你们感觉这波索尼的优惠促销怎么样呢